日本乐团天后级的人物 这个苍木蚂蚁举行了出道十年纪念演唱会 那么回顾成名曲 让台下的歌迷感动大哭 那么同时在台上呢 他自己也哭了起来 因为他心中也有个偶像 就是刚刚过世的Michael Jackson 谈到自己的偶像当场哽咽 而在演唱会最后 他当场宣布 七月九号又到台湾跟歌迷见面 强力活住篡起 配合荧幕效果 让整个舞台开始燃烧 庆祝出道十周年 苍木蚂蚁要给歌迷最震撼的 声光享受 连续两天的演唱会 苍木蚂蚁回顾十年来的精彩歌曲 现场还安排了模仿 Michael Jackson的舞曲表演 苍木蚂蚁在台上追到偶像 当场哽咽说不出话来 永远にMichael Jacksonは King of Pop 本当に大切なartistでもあり 憧憬的人 十年纪念演唱会 主办单位砸下重金布置会场 让歌迷除了听歌之外 还能够欣赏3D电影 要给粉丝最不一样的感受 苍木蚂蚁甚至换上了和服 首次挑战日本传统演歌 天后一连唱了26首歌 让日本的歌迷听到感动 大哭 平民掉眼泪 苍木蚂蚁也当场宣布 7月9号要到台湾和歌迷见面 也为亚洲巡回演唱会做准备 中间新闻刘鹏也就会我们其日本东京藏报导